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填充题 四星等数值越大代表它越暗到转 所以像太阳的话是负26点多 天狼星也是负1点多 所以这个负值的话是非常亮的 四星等我们最暗的可以看到的是六等星 第二项现代的天文学是把天空中分成了88个星系 从地球上看其中一颗星星的位置 常年变的是北极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太阳它会自转 所以其实每一颗星都会东升西落 每一个星都在转 所以如果你拍摄一颗星 拍天空 它一直都会在那个位置 那个是北极星 因为我们的地球会指向北极星 不管我们地球怎样转都好 甚至它公转 因为我们的公转的轨道对它来讲 也没有差太远 因为它的距离来讲是很多个光年 所以我们的地球公转的轨道来讲 还是属于平行 对它来讲 看起来还是一直指向它 所以真的是北极星 恒星的寿命长短由质量来决定 质量越大 寿命越短 质量越小 寿命越长 对不对 太大的质量的形 恒星呢 它最后呢 会变成密度极大的黑洞 为什么不是中止星呢 因为后面这一句话 甚至连光都无法逃脱它的引力 那这个就一定是黑洞了 OK 因为中止星呢 我们还是看到它 光还是可以逃脱的 地月系里面的中星呢 是什么呢 因为它后面有星这字 所以变成了我们就写行星 不然的话呢 你可以写地球 对吧 地球是地月系里面的中星 OK 所以因为它后面有这个星 所以我们写行星 是非题 我们能够用肉眼看到所有的天体 都是恒星 错 因为我们看到月球是卫星 我们看到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这些都是星星 所以它其实大部分 我们只能讲大部分是恒星 有少部分的像地球 月球卫星 还有少部分的行星 OK 好 第二项呢 第二题 恒星的亮度呢 是由恒星离我们的距离决定 还有它本身的亮度 对不对 两个因素啊 你漏了后面那个 漏了那个 恒星本身的亮度 好 恒星本身的亮度 第三 行 行 星云说能够合理的解释 所有现象 不对了 我们之前讲了 它有一些现象没办法解释 这个也是错的 质量越小的恒星呢 它的燃料呢 就消化的比较慢 对 这个对啊 也就是为什么它的寿命呢 会越长了 对 第五项 黑洞呢 是宇宙中的一个巨大的空洞 光射入呢 也无法出来 后面是对的 但是前面错啊 我们认为它其实是 也是像中之星一样啊 它有一个 有一个星球在中间 只是说它的密度跟质量很大 大到那个引力呢 也非常大 大到一种程度 就是光没有办法传出来 所以才会造成黑洞 所以所谓的黑洞 是因为光被吸了进去 出不来而已 它不是一个洞来的 虽然我们有 当然到最后呢 我们讲说 我们也不晓得里面是什么 所以很多过后 有很多的那个物理学家 用数学的一个推算方式呢 就讲说它是一个黑洞啦 这里掉进去会去 有其他的地方 又会出回来啦 它有一个虫洞啦 等等等等的 这些都没有办法证实 目前我们能够 能就是以我们最好的解释来讲 它其实也是中之星 这样子的一个密度很大的星球在中间 这个是我们认为比较正确的 OK 那第一 做答题 这个是我好像有放过去 在我们小节练习那边 太阳呢 是宇宙中呢 极为普通的一个恒星 却是地球 却是地球赖以生存的能源 能量来源 如人有生老病死 一样 恒星也会度过其生命历程 根据所学 将下图圈圈中的字母 所代表的名称 写在恒星上 表示这个恒星演化的过程 说A的话呢 你看呢 它会有两个结果 对吧 还有两个结果 然后呢 这个是只有一个结果 我们相信这个下面的是小行星 小恒星 上面呢 那个是大恒星 所以A的话呢 是超红超巨星 这个他给我 这个作业里面写成超红巨星 我们根据回 最好根据回课本写 红超巨星 这个也是 不是很正确 超红巨星 改一改 变红超巨星 那红超巨星呢 它会变超新星 所以A是超新星 那个余流物跟瓦解 瓦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瓦解 所以余流物是那个中子星 瓦解那个应该就是所谓的黑洞 当然这个 就有不同的解释法啦 就有些认为说 这种怎么变成了一个虫洞啊等等 所以又认为是一种瓦解 所以有另外一个讲法 它其实也就是像中子星一样 只是说我们看不到它 因为光进去就出不来 然后B的话呢 就是红巨星啊 然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呢 会变成 白矮星 这边虽然写白矮星哦 我觉得说如果你写行星撞星云 感觉上好像也是可以哦 行星撞星云 白矮星 黑矮星 毕竟后面还有几个阶段的话 你说成一个的话 我也不知道要写哪一个 对吧 所以这个提供的答案是白矮星 我觉得你如果写黑矮星 应该也可以 写行星撞星云 也不能讲你错 OK 第二呢 我们按照天体的层次来完成下表 所以这个刚才4.3 然后我们小节练习也有讲了 总星系是由其他星系和银河系主张 所以下面应该就是要讲我们的地球 的那个情况 所以银河系呢 是由什么其他的银河世界 还有太阳系组成 太阳系由太阳和其他七大行星 还有这个地月系 地月系本身呢 就由地球和月球组成 那如果你讲说这里两个 会不会对调 理论上来讲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讲说 以C是中心这样C就一定要填地球 D一定要去填这个月球 OK 所以大致上呢 我的作业是这样子的 也好 我去唱好 我去唱好